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全日總結 我們這一節請來Ravi跟你說說港股和A股全日的走勢 Ravi,你好 你好 看到內地股市收了市,不過要倒跌收市 上證指數曾經是從上298點這個關口 不過之後都未能夠企穩 結束了兩天的升勢,兩市的成交也都是 回升到5928億元 比起之前都是升了倆近有兩成 看到上證指數,今天高開9點之後 最多是升超過1% 曾經高見2919點 不過中午回來之後,看到走勢都是偏遠 全日收報在2878點,跌10點 至於深淨城市,今年最多是升135點 升幅有1.3% 高見10357點 不過之後升幅都是見到收窄了 美市就要倒跌90點收市 收報在10131點 至於湖深300指數,就收報在3106點 跌6點 還有沒有什麼上升的動力呢? 當然暫時來說,我覺得內地市 應該沒有太大的方向 這幾天來說,都是在這幾十點 很窄幅地上落 連今天譬如上證收 都是跌了10點 當然你說這番整體兩市成交 好像多了一點 但是你說是否可以大到市 有一個很單邊的因素走呢 你們都見不到 甚至乎兩市成交大也好 但幾大程度上,都是反而側重在深圳股市那邊 因為上升指數 其實成交都只有大概2000億都不到 其實有三千多億 是來自深圳那邊 可能有少少資金 都不少人在炒 譬如是個別深港通的因素 但坦白說,這些因素 我覺得暫時要再看 因為整個市場來說 無論A股、廣股都好 焦點明顯地都是放在英國公投 但以英國公投來說 對於A股來說 實質的影響性會有間接影響 但衝擊是否真的那麼直接呢 它明顯地教其他個別的主要股市 不是那麼大 算是這一刻 內地有市是官網一些 或者是雜幅一些上落 我覺得如果要方向性明確一些的時候 可能要過剛才說的事件之後 才明確發一點 但後面來說 我自己對內地有市的看法 都比較是審慎為主 因為我覺得要接下來慢慢將焦點 再放回內地市方面的話 都是看經濟前景或者政策面方面 但以往之前來計 其實看到內地公佈的數據 其實全部都不是太理想 所以如果慢慢炒這件事的時候 而也看不到太多實質的政策 真的出來刺激經濟的話 我相信A股也有條件 可能做是發覆下肆 所以的確在2900樓上 我覺得未必那麼快叫破得到 但反而下面來計 要看一看2800樓 究竟能否站住 我覺得暫時計 都行這100點區間 是叫上落先 好啊 我們轉看看港股方面 看到下午回來 港股轉強一點 升穿上午的高位 最多是升169點 高見20680點 刷新了超過一個星期的高位 不過看到大市成交 暫時偏少 只有500億左右 最新行資是在做20646點 升136點 國企指數是升50點 8691點 港股方面 是否走勢都會跟A股差不多 可能都暫時是方向都是欠逢 當然港股來說 我覺得不算太大方用得來 當然短期 其實都有條件再升了一點 當然沒有方向 不等於它沒得升 可能升幾百點 不是太多 我覺得可能會有 因此以現階段來說 港股的看法比較樂觀 一方面 剛才不斷強調過 現在無論什麼市場 或者環球的投資市場 都明顯地看著英國方面的公投因素 以公投來說 當然現在未知結果是怎樣 但以近幾天來計 隨著民調支持留歐的比率 越來越升上來之下 避險情緒比較少 近期歐股、美股或港股 都可以有資金 就是最最貧 所以我覺得以現階段來說 特別如果這刻大家都覺得 是留歐的機會還是比較大 或者更樂觀一點的時候 港股有條件再上一上市 以這刻來說 特別是今天 還有十多秒收市 但暫時計在二萬零六八十七七 亦叫初步 從越五十天線位置樓上 因為要注意這刻來說 五十天、十天、二十天 全部都是二萬零六 這位置附近 即三點會墜 所以這刻能夠站在這位置樓上收的時候 意味著後市短期 有條件再上一上市 我覺得上面來計 可能會借著一個勢 叫上保埋 之前六月十日和十三日下跌下來的 下跌列口的頂位 大概二萬一千點左右 我覺得可以做回短期的目標 就是剛剛途表場 現在看到這個位置 二萬一左右 但到了這位 能夠再破 真的要再看 假設公投是沒有事的 我剛才說到 覺得有機會上市這位置樓上 但剛才提到之後來講 過完這一關之後 其實我相信市場焦點 又不理由放回美國的加不加息 或者是內地的經濟等等 但始終這些因素 我覺得後市還有一定的變數存在 所以其實以後市來計 對港股都是比較審慎 但無緣短期這下 我覺得要再上市機會性 是有在 好 見到港股都收了事 恆指收報在二萬零六百七十三點 上升是一百六十二點 只不過其指數就是升六十七點 收報在八千七百零七點 大市成交是五百三十九億 好 我們轉看看一些板塊的消息 見到今天內地的三大電商公司 都公佈了一些五月份的營運數據 我們講一下這個板塊 中移動五月份的4G上升量 扭轉了之前兩個月的跌勢 相反 中電信反而 數據顯示2G、3G的用戶 出現一個流失的情況 而中聯通跟中電信的情況似乎相相似 尤其是移動用戶的增幅都是比4月份少 Raphion 你有怎樣看這個板塊的三大電信箱 其實今次出來的一個營運數據 即是五月份的數據來看 三大電信箱的方向都算是幾一致的 如果以整體移動用戶上說 無論中移動、中聯通和中電信 按月來計仍然是跌進去的 當然移動用戶是很闊 包括2G、3G和4G 包含了所有東西 稍為是跌進去 這個仍是一樣的 但而且一樣的地方 跌得來的跌幅 較上個月對比3月份來說 有戶是少了一些 即是跌勢開始喘了一些 而以來的 如果以個別的4G上升量來說 更加是幾不錯的 即是中移動方面 4G上升量 按月升超過兩成 而以中聯通、中電信 亦都是按月有個升勢 其實今次 你見到三者的表現上說 各方的性能先說到 是幾一致之餘 亦是慢慢扭轉 就之前過去幾一月 連4G上升量疲弱的情況 這件事 是叫做舒緩了部份的一個疑慮 但以整個版塊上說 按月來問到這一刻要選擇 其實都是不離中移動的 以回真是4G方面的情況上看 它明顯地有絕對性的優勢 因為以回內地行4G業務 行了大概兩年半左右 但以回中移動4G用戶 其實現在已經佔了整體總用戶 差不多五成那麼多 對比當時3G的年代來計 其實兩年半的時間 當時中移動3G的用戶 只是佔了總用戶大概六個巴仙 其實明顯地見到今次4G的上升量 是快得非常之重要的 也是領先同業得很多 所以其實按領先同業的時候 可以令到中移動 有更加多的時間 提升數據的流量 或者各樣的東西 所以營利空間 我相信加上聯通和中移動 都會比較理想的 所以以中長線來說 無疑中移動一定有優勢 而且在本身入面的走勢上的說話 其實近期又不算橫行太多 我覺得八十多元 哪一百六元 哪一位都蠻值得考慮 所以我覺得在本身業務上說 講真句 就算英國差點說 真的脫歐了 而令到整個市場要震 沒錯 額得中移動還是會跌的 但相對本身業務上說 一來不是太關英國方面事 二來都是公用小的成績為主 我覺得相對跌幅 應該比較少一點是比較穩陣的 所以我覺得只要離開後市 如果真的跌 其實可能落到八十三元 又會差不多 未必會跌得太下 所以其實這些位置 我覺得都叫吸引 以及都叫安全 所以以現在 如果大家要考慮一些比較安全的股份 無論你是駁脫歐與否 或者是怎樣看都好 其實中移動 我也覺得不失為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看到中移動今天收市 收報在86.5毫升幅有1.3% 至於中聯通就收報在8.1毫7 升幅有0.7% 中電上增幅比較多 升超過2% 收報在3.4毫6 再說到iBond的情況 看到iBond今天就開始可以買賣 其實昨天的暗盤是高見過104.9 今天看到開市就開在104.3 現在價格是103.5 如果抽到iBond的市民 但是昨天又未放到 現在應該怎樣部署 你會否應該拿呢 當然如果這番昨天暗盤沒走 或者今天開市回來都未走 即到這刻收小未走的時候 我覺得就先拿上去 因為今天表現差一點 我覺得都合理 一方面市是 這幾天比較強一點 另外錢也可能選擇其他股份去買 二來就很多時過去幾次 iBond上的第一天都是這樣 即是形成一定的孤雅 可能大家都搶著丟了一些貨 所以變上頭一兩天 可能價格不會太美 但當大家丟完這一陣之後 慢慢回復正常 我覺得有機會做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可以保持它 而且以分本身說真句 今次真的有抽到的朋友 說真句最多都是三手 即平時可能平均兩手左右 其實以股份的手數上說 不是太多 貨不是太重的時候 其實你說現在沽不沽 我覺得不合差太遠 所以如果本身 如果錯過了沽的機會 我覺得不需要太急 可以過多一兩天才部署 我覺得到時的價格 應該都可以上104元以上 如果上這位的話 其實考慮沽 都可以做相對的部署 好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Ravin你的分析 先幫你做新報 剛才講過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 好 多謝你的分析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 廣告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